发生了一起车祸意外 这是一辆游览车 当时跟一辆自小客车对撞 总共造成有六根轻伤送医 我们请高梦荣掌握目前最新的情况 最好都只是皮肉伤并没有大碍 那根据了解呢 这个游览车上面是载了19名 来自中国广东的大陆观光客 原定是今天大年初四前往河欢山来观光 那虽然发生车祸意外 不过在确认过其他的乘客都没有受伤之后呢 游览车公司已经派出另外一辆接驳车 接走其他的大陆旅客 继续其他的行程 那这批路客原本是趁着农历年的期间来台观光 没想到发生车祸意外 那虽然是大家都是清香 并没有更大的意外 不过大家还是吓坏了 那检方是表示幸好 春节的车潮流量非常大 车速并不快 所以才没有造成更大的伤亡 但是不幸中的大气 那以上是现场的真心情形 将镜头交换给婆内主播 好我们看到有七个人受到的经商紧迪送医 不过好在都没有大碍 这是我们掌握到目前最新的消息 不过不行